最近武汉一家公司要求员工必须午休 否则需要给环卫工买水 因午休可带来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放松 也可以消除白天工作的紧张感 还可以消除烦躁的情绪 午休还可以弥补由于夜间失眠造成的影响 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 午睡时间不宜太长 以半小时至一小时为已 睡多了由于进入深睡眠 醒来后会感到很不舒服 但午休真的容易做到吗 在公司午休不像在家 可以躺床上休息 那只能委屈自己爬桌子上休息 但是每次爬着睡时 导致将手压在身下 血液不循环引起手麻 动一下就像触电一样 那感觉酸爽 因此很多人会选择不午休 而是选择看看电视 或者玩玩手机 我们可以到魔宝上 买个啪啪枕 解决我们的问题 平时上班时 可以把它放到椅子上当靠背 午休的时候 可以将头趴在上面睡 手环抱着枕头 这样就可以解决 一压手臂 而产生的手麻问题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你直接靠在椅子上睡 或者你可以从会议室里搬几张椅子 并在一起躺上面睡 这样也不会一压手 而产生手麻了 且躺着睡的质量会好一点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打地铺 在自己办公抽屉里 准备几张报纸 中午的时候 可以铺在地上 进行午睡 但是这几种睡资 似乎有些不雅 但为了下午的工作 不得而为之 根据经验发现午餐后 不能立即午睡 因为睡醒来时 容易头晕 一般选择餐后 休息20分钟左右 午休醒后需活动一下 慢慢站起喝一杯水 人出醒时 会产生恍惚感 需要稍微缓解 后再工作 这样才能够提高 自己下午的工作效率 我先考虑一下 2 4 1 1 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